大家好,我是小小解說人施崔儀 我今天要介紹的畫是棕絲綿蝶 這句畫出自絲巾 棕絲甚正瓜蝶綿蝶 蝶就是小型的瓜 由於瓜慢能夠綿綿生長且不斷結實 而棕絲生產能力旺盛 是冥重中體型較大的一種 體長在四十毫米左右 身體草綠色 而棕絲生產能力旺盛 是冥重中體型較大的一種 有助院子生眾多的吉祥寓意義 這幅畫是南宋畫家韓優的作品 它卻稱常畫小蟲和花卉和草蟲 卻出場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有機會的話可以到故宮去看看蒸雞喔 你知道這幅畫有幾隻昆蟲嗎 沒錯兩隻 你知道這是什麼昆蟲嗎 這是棕絲喔 本幅畫描寫甜甜一角 花葉生長茂色 瓜果也已熟透 引來了兩隻蜜食的棕絲 仔細看看畫中一顆熟透的瓜果 好像散發著迷人的果香 令人垂煙欲滴 仔細看看棕絲像觸角伸得高高的 好像想大塊躲翼一番呢 這樣的題材有著多子多孫多福氣的祝福 反映出古人豐沛的想像力 我的導覽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